这样的处置 这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就是 花房度某单位 营长去年承诺说 秘修的秘修的秘修的秘修价 在第一季的时候要补完 结果呢 这个过完年修价回去之后 所有的秘修价都被归零 首先我还是要讲到第一点 有关这个秘修价的问题 你这个营长这样就很无能了 你知道我直接批你这个营长 你就是很无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突发事件 我的重大突发事件就是说 例如突然有地震 然后所有人先去救灾 救个两三个月那种突发事件 如果没有突发事件的 重大突发事件的话 我们年度的相关训练计划大纲 都已经帮你律定 什么时候要干嘛了 对不对 前一年都要帮他计划了 那计划就会跟你讲说 你今年在什么什么时候 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 包含这个可能是暗光演习 可能是这个 丹精管道训练 基地训练 连永超演等等 都在你的计划 年度的计划当中 那你营长是笨蛋吗 你对于年度计划这么熟悉 你都不会想到要预捕修事宜吗 那你营长也笨蛋了 一样去过陆院为什么你特别笨 为什么别的单位营长他的机架可以临天 你这个单位就有机架 可是你比较笨吗 是不是 大家都去过陆院啊 为什么你的架修不完 我跟你讲 我以前的部队的架 从来没有修不完 都他们欠我 我跟大家讲 我从一月就已经让他们赴了 就已经让他们超修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看到年度哪些月份有工作 我就会从一月 一月我就让他们赴了 其实一月没有什么事了 说真的 你从一月就让他们超修 你觉得到年底会有这种状况吗 不会 所以你说你主观 如果单位有机架 主观绝对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不重视嘛 你不能说你自己不想修 代表你的部队一定要击架 你是什么屁话 我对团队长官说这种话 然后跟我讲说 你们去叫人事 把我的架头拿出来 看一下我机架添架 请问关我屁事 你不修架关我什么事 所以我以前部队 绝对是超修 没有在击架的 只要你用心去规划 预补修事 你绝对可以修完 那第二个部队 我要跟这一个阿兵 这个应该是阿兵哥 说明的就是 允诺都是屁 你没有白纸黑是全部都会输 所以今年如果这个 银长突然在年底跟你讲 没关系 但其实请壮心 我银长向各位保证 今年 明年第一季 一定会让大家把机架修完 你不要听银长在那边屁话 你千万不要听银长说这种屁话 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是什么 签案子 签案子 成本部 下次谁谁谁等几元 预补修事宜请合适 签给银长批 银长批了 这个就是依据 以后银长反悔 你就把依据拿出来 报银长 你在去年12月16号的时候 下达这个指示 我们都有让你批示 预补修事宜 到明年3月31日以前 一定要全速修完毕 你这才有依据啊 你不能听银长说 我答应你们 3月第一季之前 一定可以修完 我跟你讲 千万不要被长官骗 你只要让长官说的话 我都不相信 只有白纸黑字才是一切 签一个签成 给银长批 就好了 今天银长 这个银长真的也是很可恶 你怎么休假回去 就突然让人家接受到这种命令 你知道人家情何以堪 好不容易过年很开心 一回来 我今天机架不见了 那种感觉很差 这个银长敢下达这个命令 我真的不敢听 言而无信 当然真的不要听银长嘴巴收缩 就依据才是一切 听我的话 今年因为你已经被归零了 你也没办法 因为你也没有签签成给银长批 今年记住年底的话 银长如果再有这种 跟你们允诺的事件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赶快签一个签成给银长批事 我跟你讲 签完毕之后 银长我相信他也不敢不实现了 因为他毕竟他批了嘛 自己说的话自己天天曾上来给你 你批了之后 那你当然要遵守你的承诺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 有关机架这个部分 我还是希望不管是银联机主观的 你都要做好相关的规划 这个预补修事宜是一定要做的 不管是预修也好 或者是这个任务结束完时是补修 一定要规划 我相信只要你真的用心去规划 应该都是可以很正常的做解决 我知道现在全自愿役的时候 古修事宜有稍微比较难执行 那因为我服役的后十年 几乎都是全自愿役了 那我真的有发现 有义务役跟全自愿役 真的是有义务役的时候 比较好让自愿役价都休晚 没有问题 因为义务役的时候 我可以让他们留守 来帮自愿役的战胜 让自愿役去休假 但是当现在全是全部都自愿役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做好这个预补修事宜 才有办法把连上了所有的休假都休完 不要积架 那以前有EU役的时候 我完全不担心积架 反正我就留最低留守人数战绍 其他自愿役都去休假不就好了 所以以前很简单 但是现在全自愿役的时代 你赢联傻一定要做好这个 预补修的事宜才能让你的银上或你的脸上 没有积架 不然你一不小心 你一不注意的话 一不在乎的话 你就瞬间一个任务过去之后 你才发现啊 为什么大家都记七八天了 对啊 难道你不知道你这个阶段有任务吗 你早就该在前几个月预修了 当你一转眼突然发现每个员都就七七八天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你就很难补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各营连长针对年度 你一定要自己一开始年初的时候 就要先做好整年度的各项任务工作 去做一个预补修的事宜的规划 还不会突然到那些工作的时候 突然发现银上有这么多的积架 造成自己的困扰 也对于这个年底的时候 要实施补修造成很大的困扰 甚至有些人还要隔一年才修 这都是不对的 其实11 12月说老实话没有太大的事情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太大的事情 你都补修不完的话 表示你今年真的有问题 你根本没有好好去做预补修的事宜 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希望各营连长都能好好用心 去规划预补修事宜 不要再造成这个积架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造成积架的问题 麻烦一下不要言而无信 该是答应人家的就答应 再答应人家 你既然敢说了 对不对 那你敢说你就要负责 不要什么休假回来 过年年假一回来 突然自己的积架都不见了 都归零了 你叫人家勤修而已 我希望各营连长都要完成这个 年度的预补修事宜 才不会让单位的人员积架 转不完8点40了 好没关系 这个先休息一下 如果抖音的朋友需要问题解答 需要在线上问问题的话 可以转站到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的 这个国君搞什么一样的频道 在9点的时候会针对人员实施问题解答 如果有问题要询问的话 那个阶段我才会答问题 不然在这个7点的这个阶段 我都会针对比较 比较 费身有 有急的 非常急的问题 我才会回答 其他的我都跳过 我这个人就是 你有问题问我没关系 你只要你费身的 然后也很急的话 我绝对马上会回答你 我像刚才那个 要不要去受试关訓 疫期多三年 那个我就马上回答 因为那个真的 只要我不说明 他如果又去受试了 就多三年了 我像这种很急的 我会马上回答 那其他的问题 你如果要问 可以转站到我YouTube频道 我才会回答 这里我是不会回答一些 无关紧要的问题 无关紧要我就不会回答 那要回答的话 就转站到YouTube频道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 再见 再见